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别无选择 必将不惜一战 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维护足够的统一 这里我要证告民进党当局 和外部的干涉势力 第一 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 都不可能得逞 第二 任何干涉台湾问题的刑警 都固定失败 我也注意到 一个国家的美国的发言 关于台湾问题 我想试问 台湾关系发是哪里的发 是台湾的发 还是美国的发 是中国的发 还是世界的发 还是联合国的发 为什么用美国制定的 一定的法律 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哪有这样的道理 哪有这样的功力 第三 任何的中国军队 决心意识的低谷 都极其危险 我们愿意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努力 争取和平的同意前进 但就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维护国家统一是军队的神圣之责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能维护 祖国的统一 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 维护国家统一是军队的神圣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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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中文是军队的神圣之责 我们政府用美国施定的减法律 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哪有这样的道理 哪有这样的功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的统一 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